What we are reading,環保不僅是低碳生活增加於The God Species, Saving the Planet in the Rage of Humans 2009年,記者兼六運行動者 Mark Linus在學術會議中首要參與一場科學討論 內容圍繞由科學家Luhan Rockström提出的地球限度 Planetary boundaries多個小時的辯論後,在場的科學家列出九項維持地球生態 氣候系統穩定的環境指標會Holiness認為地球限度的框架值得推廣 跟Holkström交流後決定寫出The God Species, Saving the Planet in the Rage of Humans 一書傳書共十一章,首尾兩章分別是道論劫語 中間九章討論各項指標,案序為物種多樣性,氣候變化,淡循環 內文亦有提及輪循環,土地使用,淡水使用,督素,原浮微粒,氣膠 Aerosols,海洋邊酸,臭氧層破壞九項指標環環相扣 互相影響於地球限度的框架下,研究改善環境的方案時須平衡各項指標 有時候某些措施可以一石二鳥,例如降低碳排放,除了可減慢氣候變化 還能緩和海洋變酸的速度另一些時候我們要作出取捨 例如有機耕族能夠減少化肥使用,亦殺死較少生物 但由於產量相對較低,整體而然會大幅增加土地及淡水使用 亦影響更多生物要以最小的土地養活地球七十億人 以至未來更多人口,便需多管制下比方說要監管化肥用量 以免農夫過度私肥,又或透過基因改造技術 研發出更有效吸收淡的農作物,從而降低私肥量不幸的事 機改技術已被綠色團體妖魔化,令機改農作物更難推出市場 Linus於九十年代中爭示反機改的運動者 直到幾年前開始閱讀科學文獻 認為自己再不能一邊緩引科學去論政氣候變化 哪以人類造成,一邊選取數據去反對機改 於是改變立場Linus於道論明確指出 地球已進入人類西Antropocene 環境被人類嚴重破壞 而且人口增長使我們對地球的影響力有增無減 因此人類要為環境負上責任 主動善用科技扭轉局面 才是避免災難的唯一方法漠視學家共識 否認氣候變化由人類造成者,自然不會接受 就這個結論的前半句,然而也有不少環保分子 實際上並不接受後半句,抱持回到過去與美好 大自然共存的虛假想像基於這個分歧 書中對傳統環保組織不乏批判 特別提到其反核,反擊改的立場 對改善言放閉多於Linus 亦表明陸運需要改變宣傳策略 才能獲得多數人支持 在此危急關頭者尤其重要根據本年初發表的調查 九個地球限度中四項已經超標 可以預見未來數十年氣候變化加劇人類擁有前所未見的科技 且看我們能否及時意識到自己的力量 合作起來,飛過一劫